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片中产生许多的共鸣 而国内一家研究中心他们刚出炉的民调 更是凸显了许多大马人 尤其年轻一辈的他们所不自知的种族主义 我们先来看胳膊头条 比较多的报纸头版 他们的头条都给了交通部的新措施 尤其大部分集中在60分的扣分制 每一年只有20分可以扣 第一次扣满只是发警告 第二次扣满20分时冻结驾驶执照 第三次折市吊销执照 而且交通安全扣分制将会跟自动执法系统 也就是AES联合执法 另外马来报头版像是在美日新闻的二条 或是前锋报的头条 都紧咬住槟城首长林冠英 报道指出林冠英于2019年先以低价租赁一间房屋 并在去年10月以低于市价买下有关房屋 另外林冠英也被指控直接或间接涉及 把一块原本应该新建廉价房屋的土地 转为新建私人医院和酒店 事件在国会被巫统议员提出来 遭到反对党议员反驳说 如果觉得有问题应该报警处理 而不是拿到国会来讨论 再来看新报头版新闻 关注吉打和玻璃市这两大 供应全国人民米饭的周数 如今在爱尔尼诺影响下 会延迟稻米播种的时间 因为万事俱备只欠水源来灌溉 一片片已经干涸到无法播种的土地 届时大马将会进口更多的稻米来应急 你是不是种族主义者呢 根据远景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 在1056名受访人士当中 有60%的人自认没持种族主义 不过当中有30%的人却表示自己在投票时 不会投选给跟自己不同种族的候选人 只会投给跟自己同样种族的候选人 这也是被视为种族主义的潜在行为 许多人却可能不自知 另一方面有28%的人认为自己存有种族主义的倾向 其中18至25岁的就占了人数中的41% 该中心联合主席严炳受建议 政府应制定国民团结指标 还欲请各界公众人士误挑起种族言论 以缓和目前紧绷的局势 这辆临路已因贪图方便日前史上一座仅供行员和摩托车使用的天桥 不料车子卡在转弯处导致摩托车无法通行 这起事件发生在连接吉隆坡喜都拿都仙奴及甘榜乌斯伯浪两个住宅区的天桥 由于司机多次尝试仍然无法倒退 最后再庶民壮汉直接抬起车子来移位 才能顺利慢慢倒退离开天桥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